9月21日 中國歐盟商會發布 歐洲企業在中國的立場文件《2022至2023》指出 中共將防疫清零等政治目標放在經濟目標之上 清零不靈活且不一致 讓75%歐洲公司受害 報告指出 中國的可預測性、可靠性和效率都在降低 而且隨著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加劇 中國的未來變得越來越不確定 一個是中國自治本身的一個問題 中國的房地產市場還有劇業市場 目前情況都不理想 尤其是那個債務危機問題 無論是企業還是地方政府 這也引起大家對它的經濟情況的一個擔憂 中國歐盟商會主席伍德克更表示 疫情開始以來沒有新的歐洲企業進入中國市場 除了最大的歐洲企業 大家都失去了興趣 去年供電不穩定 經常會拉炸限電 到今年也是由於那個供電問題 還有就是這兩年一直以來的疫情的防控情況 經常不定時的一個大面積的整體的清零落單 它會影響一個企業的生產跟正常的運營 大紀元專欄作家王赫表示 在過去的四年裡 歐洲對華直接投資 大部分只來自幾家大公司 而其他公司則在觀望中國業務 除了個別的巨頭公司之外 大規模的中小企業和其他類型的企業 都已經開始遠離中共了 離開中國了 所以去年中歐全面投資協議 中共為什麼急著要簽 簽這個協議的目的就是希望打開大門 把歐盟的大批資金引進來 但是這個協定又被凍結了 9月19日 中共商務部網站發布數據稱 今年1至8月 中國實際使用外資1384億美元 增長20.2% 其中歐盟對華投資增長123.7% 含通過自由港投資數據 根據榮鼎諮詢的數據 今年上半年 這些投資降到20億美元以下 而去年上半年是48億美元 榮鼎諮詢中國業務執行主編諾亞·巴爾金說 有幾家大公司在那裡支撐著這個數字 中共宣布的外資在中國今年投資又創新高 其中像英國、德國、韓國、日本的投資量俱增 這只是說已經在中國投資的一些跨國公司巨頭 他們現在已經在中國市場等於被綁架了 已經很難脫身了 在中國獲取的利潤 它不能很自由的退出去 就把轉家投資 它是這麼一個情況 中國瑞典商會也發布一份對成員的調查報告 發現許多成員對中國的投資環境感到悲觀 《紐約時報》《中文報》報導 今年上半年 中國只購買了價值1,120億美元的歐洲商品 而出口額為3,020億美元 不斷擴大地失衡促使歐洲企業和國家 對中國的政策提出擔憂 只有解體這個中共 可能中共下台了 那麼中國的經濟的潛力才能充分發展起來 才會給世界帶來一個巨大的機遇 中共似乎正開足馬力展開對歐洲的外交攻勢 德國智庫研究員斯泰克呼籲 歐洲國家不要天真的對待 來自北京的機會主義的路線調整 因為中國國內仍然深陷於 看起來越來越像房地產危機的境地 不得不應對國內的經濟形勢 而這一形勢幾乎沒有什麼亮點可言